那我就先走了 等你见记我的好的时候 我再回了 小妖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了 师姐 那我们玉山一派可会解骨 白只用看傻瓜一样的目光看着小妖 你好歹也在玉山休息过 虽然时日不久 但也是我们中弟子 姑姑没让你背过门规吗 乌骨树奶邪门歪道 不得私袭 已经发现立刻逐出玉山 今后不得以玉山弟子自居 阿指 阿碧急匆匆地从门外赶来 想开口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小妖如坠梦里 有些恍惚地问 阿碧 你告诉我 我的骨究竟是谁解的 阿碧沉默着不肯开口 小妖的泪已经流下 我真傻 那时我正与十七情农 完全没往深处想 我的骨若要解 那么天下只有它能解 小妖心疼地把香柳的内丹抱在怀里 问阿碧 阿碧你可知她如何解的 我答应过她不会告诉你 阿碧为难地说 可我线下已经知道了 阿碧她是你朋友 难道我不是吗 难道你要看我如傻子 一般被人欺瞒一事 我已经不是不经事事的小女孩了 我不想欠着她的情过完内疚的一生 阿碧和白纸对望一眼 还是白纸坦然开口说 阿碧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既然小妖已经知道 他们俩如有缘 你想瞒也瞒不住 阿碧叹口气才开口道 向柳 其实也不会解这股 她又出你体内的蛊虫 然后允了自己一命 来杀了这对蛊虫 小妖瞪大眼睛望着阿碧 心疼和不敢置信两种情绪在心里交缠 那时大战在即 你却为了解谷救我自伤一命 这你叫我如何偿还 小妖只在内心喊道 向柳你瞒得我好苦 刹那间痛彻心扉 竟是爱的一声吐出来一口心头血 打湿了怀里的向柳内担 小妖 阿碧和白纸同时担心地喊出来 小妖却只觉得怀里一热 香柳的内担竟然慢慢地吸收了 她吐在上面的血 小妖顾不得伤心 把内担拿起仔细端向 她的血从镇魂针的裂口处 流进了内担里面 有着本命精血的滋养 香柳一魂两魄的光芒 似乎明亮多了 小妖哭笑不得 你这臭妖怪 变成这模样了 还是喜欢吸我的血 也好 看来我的血能助你早日修成人形 阿碧劝小妖道 小妖 你听我说 向柳如今虽不算身死浑霄 就算有了你的血 这内担要修成肉身 不知要多少年 况且修行中颇多变数 如果向柳归来 已然不记得你又如何 你已有景 能把向柳内担 寻回以示报恩 其余的事我来为你办 就当我没有对她 信守诺言的偿还 小妖擦干泪水 认真道 阿碧 向柳曾为了救我在海里 陪了我37年 我这身体里有一半的血 也是她渡给我的 这是我欠她的 与别人无关 无论如何 这次我都得救她 不管她活过来后 还能不能记得我 这并不重要 白纸叹口气道 那你知道如何救她吗 小妖懊恼地摇了摇头 小妖 今天已经晚了 你先去休息 有事也明天再说 阿碧劝道 小妖点点头 回到房间 睡前她有些 不放心向柳的内担 于是把内担 也放在自己身边 小妖用手 轻轻抚摸着水晶球 迷迷糊糊问道 九头妖怪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她很快就睡着了 突然耳边传来了 温柔的海浪声 小妖睁开眼 自己什么时候到海边了 天高海阔 微风徐来 虽是白天空中 却是一轮满月 小妖知道 这应该是梦 心里既平静 又轻松地 在白色沙滩上走着 她很久没有做过 这么甜静温柔的梦了 远方蔚蓝的海面上 徐徐走来一个白衣白发的俊美男子 表情从容闲适 姿态飘逸出尘 不是香柳还能是谁 这不期的久别重逢 让小妖心跳如骨 她朝向柳挥手大喊道 香柳 香柳 香柳台眸深深地凝视着她 像是过了一生一世那么长久 小妖哭着喊道 香柳 你等着我 随即往她的方向游去 香柳却沉默地转身 向海的更深处走去 和浪花一样 慢慢消失了 小妖失望地在海里浮浮沉沉 随波逐流 海水咸咸地漫过脸颊 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梦醒了 心仿佛也空了 是泪水打湿了她的脸颊 香柳 你还是进入我的梦里了 小妖心里酸涩 只是这次 我不会再害怕了 香柳的内单在微微地闪光 小妖突然灵光一现 香柳 你是不是想回到海里 小妖回忆起香柳 为她疗伤的情景 越发地肯定了这个想法 锦衣行人 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 来到了玉山 她此时迫不及待地 想见小妖 不知为何自从找到香柳的内单 她心里一直有隐约的不安 她走进小妖的房间 小妖正对着水晶球说话 香柳 你当时是带我去哪里疗伤的 你的那个白贝壳还在吗 小妖警忍不住换了小妖 十七 你们终于来了 小妖拉着警坐到了桌子边 兴奋地说 十七 我已经弄清楚了香柳内单里是什么 原来是红江为了救香柳 用了一个什么叫震魂针的上古神器 这神器把香柳的魂魄 收在她的内单之中 只要假以时日 重塑腰身香柳就可以复活 紧安静地看着小妖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小妖也静了 垂下了眼睛不再看警 小妖 你想怎么办 警终于开口了 十七 我 小妖看着警 内心挣扎 天人交战了一会 坚定地说 我想陪向柳去海底 像她当初救我那样去救她 十七 我的骨是她为我解开的 她为了我怕事 弄丢了好几命 我想过 她如果真的死了这些恩情 也就一笔勾销 可如今 她还有机会活着 这世上 还能帮她的 也只有我了 我 我一定要把香柳就回来 小妖肯请道 紧拉起小妖的手 小妖 我曾说过 你想做任何事都可以 我不会阻止 你就向柳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管需要多少年 向柳复活后 你要回到我的身边 我会永远等着你 紧哀求地看着小妖 眼里全是不舍 小妖看着这样的景 心里也充满了不舍 她和十七多年相伴历经风雨 是夫妻也是亲人 而且 这一去不知要分别多久 小妖心里明白景 是这世界上最爱她的人 可如果拿景和香柳比较 小妖从来都不敢想 她最爱的人是谁 她最想 谁能和她相伴一生 隐约中好像有谁 问过她这个问题 她又是如何回答 假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女 而香柳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年 我还会选择十七吗 如果香柳复活了 她将不再是红江的军师 而我也不再是大慌的王姬 如果香柳只是香柳 那么我 我还会选择和景共度余生吗 小妖痴痴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完全忘记了景还在旁边 景见小妖不肯答应她 焦急地喊她 小妖 你看看我 求你答应我好吗 小妖不解地看着十七 眼神里还带着迷茫 像是一个不认识景的陌生人 景害怕了 她一把抱住小妖痛苦地说 小妖我后悔了 我会倾天下之力来复活向柳 你不要去陪她 十七 你不要着急 小妖此时回过神了 十七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两天的时间 让我想清楚一个 我曾经不敢面对的问题 只要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想我就能回答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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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花费